我在博鳌现场 北京商榜跟你聊聊人工智能 它被称为外星人的来信 它会引发失业潮吗 它是不是会代替小镇做提价 如果不掌握这项技术的底层技术 拿什么跑赢大盘 面对比人类更强大的机器 我们真的有掌控权吗 今年博鳌 AI是个高热话题 连论坛就有三场 科技革命起点何时到来 AIGC如何改变世界 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 韩国专家预测 全球科技革命的基点 可能五年就会出现 AI等技术能帮助我们去火星 是的 澳门的专家大胆提出 它不是科学幻想 我们能去火星重启生态 建立家园 国内企业认为 如果你不能拥有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 那就比别人更快去使用它 这将是跑赢大盘的关键 那么AIGC将如何改变世界 知名专家斯托尔特 罗素却认为 AI不是万能药 它不会带来较好的经济增长 面对比人类更强大的机器 我们真的有掌控权吗 AI科学家认为 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 它可能转化为生存危险 联合国AI专家认为 以现有的技术方式 根本造不出像科幻片那样 有智慧 有情感的人工智能 他还建议 中英美等人工智能领先的国家 应分享技术而非聚焦竞争 在偏远山区 甚至有学校利用人工大模型产品 解决了学生辍学的痛点 在大学校园 已经有学生开始用Chat GTP写作业 教育专家认为 他们面临伦理和规则的教育 AI还能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吗 芬兰前总理对此就十分乐观 最后 嘉宾们的共识是 人工智能 关键还是人 它的竞争并没有意义 共享才能繁荣 而AI冲击小镇做提加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目标已经在改变